各位同学 你们好 我们这一节 就来用我们前面即将学购的知识 来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包括我们的二常数 包括我们的站 什么问题呢 给一个表达式进行求职 什么表达式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4加5乘以9 这是个表达式 也可以是二精致的 比如说P and Q 或者是Q的非 这就是表达式 那我们今天呢 以一个最简单的四则运算的表达式为例 怎么对它进行求职 那现在也说 要对它求职 你就得把它表现成某种形式 让计算机认识 然后计算机通过这种结构 来给它求职 就是我们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意义 对不对 使用什么结构 使用二叉数表达表达式 怎么表达 这表达式看着容易啊 其实挺难的 因为你这个4加5要先算 然后再乘以9 对吧 因为我也可以比如说 9乘以4加5 对不对 那你这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结构怎么办 我们用叶子节点 我们用叶子节点 是它的数 然后 中叶节点 是这个操作符 加号 这代表着4加5 这9呢 9放这儿 它们再组成一个 乘号 就能表 清楚的表达一个优先级 给它求值的时候 就 左子数 求值 右子数求值 这一条件呢 表达式的过程 我们使用这个 表达式数 二叉表达式数 求值容易 但是呢 它有另外一个功能 你把这个数啊 这个就不管 就是前 这个应该是中续便利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表达式 怎么中续便利啊 对不对 4 如果中续便利的话 它就做字数 到这4 然后退回来 加 然后是正面 5 做字数完了 然后跟节点 乘9 再发现中续便利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优先级 我体现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我要这个4加5 然后先做的 但你叫这么一个做的 为成5乘9 它5乘9 是另外一个数 你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4加5乘9 这种怎么办 它其实啊 是说 加号暂时跟节点 然后4 乘号 5 然后9 不一样的这个表达式 变成 为了这个减少这个括号呢 因为括号太难太难处理了 我们往往使用中续或者后续 我给大家说一个后续的这个一个写法 对于这个表达式我们写成 4 5加 就是 左边右边 运算符写在后面 运算符是他们的这个负解点吗 如果我们是后续便利的话 他们写在后面 然后 9 乘号 可以看到 用后续便利的这个顺序 写出来表达式 我就可以避免括号 我不需要括号 也能达到这个优先级的这个设定 大家给自己试试 各种的情况都可以表达 那好 那我就把这个表达式求职的问题 分成两步 第一步 怎么解析 这样一个表达式 第二步 怎么对这个表达式 求职 求职更新 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算法 就是左指数求职 右指数求职 然后再根据当前这个节点 你就乘号就像乘了 我加号就像加 减号就像减 那这种表达式怎么解析 看我的代码 究竟大家自己都弄手 先试一下 然后再来看我的实现 可以暂停一下 好 那现在来看我的代码 c加加写程的代码 我的数的节点 跟以前一样 左边 右边 中间我 我这里是用个字符型 因为它可能是数字 也可能是操作符 那我用这个一个字符型 我这个比较简陋 它这个表达式 比如说这个只能是4加5 这样 你要是44加55 我算不了了 我默认每个数只有一位 一位实斤质 主要大家演示一下 比较简单 那我这个数呢 提供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解析 pars 你传进来一个字符串 就是那个表达式字符串 我把你解析成 把它变成一棵树 还提供一个方法呢 就是求值 求值 好 我们先看我的解析 解析怎么做 你传进来一个字符串 而且是一个后续的一个顺序 那我就要逐一的读进来 所以我先写了一个while loop 因为字符串 不管是c加价还是章 字符串的最后一个字符 永远是0 你要是真写出来 才是其实这个0 其实就是数字0 但是我们一般 这个单引号 就是0 0结尾 好 那如果不是0 就一直循环面 我最后p加价 就等于把这个字符串 给扫上一遍 那好 那我通过这个 这个cgp 就来取 因为我是有一个字符串 传进来 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的数组 我让一个p 开始指向第一个 p指向这个第一个 这些都是默认的一些写法 p开始指向第一个 然后 星p就是拿这个位置的这个值 如果这个cgp 它是在0和9 注意啊 我这个不是数字0 就是字符0到9 因为我存的是字符串 它里面每个都是一个字符 所以说 如果这个字符 它只是在字符0和字符9之间 知名它是个数 怎么办 我把它放在stack里 就是我们前面的stack 入战了 那我们 开始刚才那个例子啊 45加 然后9星 就是4加5乘以9 它是什么情况 它的解析 遇到4 入战 遇到5 遇到5 因为又循环了一次嘛 走到第二个啊 5 入战 然后不是是加号了 怎么办 每次入战我不会入这个字符啊 我是每次都生成一个新的这个节点 因为我最后要变成一棵树嘛 你4跟5 它也是个节点 但是呢这个4和5 其实 战里面放的是这个节点 但它里面这个value是4跟5 我画个圈本是个节点啊 然后遇到了这个加号 那我这里呢 生成一个加号的一个节点 然后 我让它的这个red 右指数 我注意啊 我这是先右后左 为什么呢 战是先进后出的 所以说这个右边这个值啊 它在左边值的上面 所以我先拿给 右边先拿出来了 我让这个新建好这个加号的这个red 等于现在这个5 现在当前的top 对不对 然后 我把这个5 给干掉了 那我再拿top 就是这个4了 对不对 然后把它这个左指数 设成4 于是 现在我们有了一棵子数 它有三个节点 根节点是加号 左的点是4 右的点是5 其实就是表现出这个4加5了 对不对 现在我这个4也泡不出去了 占空了 然后 我把整个这个东西 这个new node 其实就是指向它的一个指针 这个加号 但是因为它是指针 它是指向这个整体的结果 我把这个东西入占 所以现在占领呢 只有这一个元素了 所以占领大了 好 再循环 遇到9 因为9是一个 B级数 那这个9 生成一个数节点 入占 然后 它做了什么 它又遇到乘号了 那因为乘号是 又走到这个里边了 那给大家画一下 啊 乘号来了 我先new一个节点是乘号 它的右节点 pop 对吧 pop 那就是9 左节点 就是它嘛 这个拿出来 那我这颗 二叉搜索表达式书 就搞好了 就建好了 那好 那我们这一节呢 就到这里 那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怎么来做 这个表达式的求职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数了 我们已经有这个代码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 怎么给这个表达式求职 这节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